保羅達提摩泰前書 第一章 奉我們救主上帝,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那恩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泰。 願因為憐憫平安,重復上帝,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愛是命令的總歸。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侯,曾勸你仍住在以忽所,好祝父那幾個人不可傳義教, 也不可聽從荒廟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 這等是子生辯論,並不發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情。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窺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想要作教法師, 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意。 因為律法,不是為異人設立的。 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誠和犯罪的。 不性結和戀世俗的。 是父母和殺人的。 行淫和親藍色的。 搶人口和說謊話的。 並起假誓的。 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這是照著可稱眾之上帝,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 保羅以自己為罪灰,還是蒙恩。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 我們主基督耶穌。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從前是竊讀上帝的。 迫白人的。 武慢人的。 然而我還夢了年吻。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封聖。 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這說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灰。 然而我夢了年吻。 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灰身上。 顯明他一切的忍耐。 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扭壞。 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 獨一的上帝。 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勸勉提摩泰打美好的仗。 我兒提摩泰呀。 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 將這命令交託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 有人丟棄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 其中有許米乃和阿力山大。 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旦, 使他們受責罰, 就不再傍獨了。 第二章。 當代在位的人討告。 我勸你第一, 要為萬人懇求。 討告。 代求。 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的到日。 這是好的。 在上帝我們救主面前可蒙越南。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寫自己作萬人的淑假, 到了時候, 這是必證明出來。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 作使徒, 作外邦人的師父, 教導他們相信, 學習真道。 我說的是真話, 並不是謊言。 女人當以正派衣償為裝飾。 我願男人無憤怒, 無爭論, 舉起聖結的手, 隨處討告。 又願女人廉恥自首, 以正派衣償為裝飾。 不以偏法、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償為裝飾。 只要有善行, 這才與自稱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靜學道, 一美的信服。 我不許女人廣道, 也不許他核管男人。 只要沉靜。 因為先做的是阿當, 後做的是夏娃。 且不是阿當被引誘, 乃是女人被引誘, 陷在罪女。 然而, 女人若常傳信心愛心, 又聖結自首,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第三章, 論監督當如何為人。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份, 就是善慕善功。 者說是可信的。 作監督的, 必須無可指責。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有節制, 自首, 端正, 樂意接待遠人, 善於教導。 不因酒之事。 不打人。 只要溫和。 不增敬。 不貪財。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兒女凡事端莊信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照管上帝的教會。 初入教的, 不可作監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明星。 恐怕被人毀傍。 落在魔鬼的網羅裡。 論執事當如何為人。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 不一口兩蝕。 不好喝酒。 不貪不義之財。 要傳清潔的良心。 顧守真道的傲備。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 若沒有可責之處。 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女執事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 不說殘言。 有節制。 凡是忠心。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因為善作執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並且在基督耶穌女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只望快到你那裡去。 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倘若我擔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大災。 敬虔的傲備。 無人不以為言。 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然。 被聖靈清義。 被天使漢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榮耀裡。 第四章。 預言有人離棄真道。 聖靈明說。 在後來的時候。 必有人離棄真道。 聽從那引有人的邪靈。 和鬼魔的道理。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 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熱鐵落慣了一般。 他們禁止嫁取。 又禁戒食物。 就是上帝所做。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謝著領受的。 凡上帝所做的物。 都是好的。 若感謝著領受。 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都因上帝的道。 和人的祈求。 成為聖結了。 勸提摩泰作信徒的榜樣。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 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在真道的話語。 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 和老虎荒妙的話。 在敬善上操練自己。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唯獨敬善。 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們勞苦努力。 正是為此。 因我們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上帝。 他是萬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導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 行為。 愛心。 信心。 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你要以宣讀。 勸勉。 教導為念。 值等到我來。 你不要興忽所得的恩賜。 就是從前藉著預言。 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 賜給你的。 這些事。 你要恩勤去作。 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掌進來。 你要謹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訓。 要在這些事上行心。 因為這樣行。 又能夠自己。 又能夠聽你的人。 第五章。 當如何規勸老幼男女。 不可嚴責老年人。 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 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 總要清清潔潔的。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若寡婦有兒女。 或有孫子、孫女。 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 報答親恩。 因為這在上帝面前是可月納的。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 是仰賴上帝。 早夜不住的祈求討告。 但那好現樂的寡婦。 正活著的時候。 也是死的。 這些事你要祝福他們。 叫他們無可指責。 人若不看顧親屬。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順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 更是如此。 寡婦如何此登賊。 寡婦記在賊子上。 必須年紀到六十歲。 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聲。 就如養育兒女。 接待遠人。 洗聖徒的腳。 救濟遭難的人。 揭力行各樣善事。 至於年輕的寡婦。 就可以辭他。 因為他們的情欲發動。 違背基督的時候。 就想要嫁人。 他們被定罪。 是因廢棄了當初所許的怨。 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 挨家閒遊。 不但是懶惰。 又說長度短。 好管閒事。 說些不當說的話。 所以。 我願意年輕的寡婦。 嫁人。 生養兒女。 治理家務。 不給敵人欲罵的把柄。 因為已經有轉去。 隨從撒旦的。 信主的婦女。 若家中有寡婦。 自己就當救濟他們。 不可累穿教會。 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依靠的寡婦。 當敬奉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授加配的敬奉。 那勞虎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因為經上說。 牛在牆上喘谷的時候。 不可農住他的嘴。 又說。 工人得工嫁是應當的。 控告長老的情子。 非有兩三個見證。 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 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 叫其餘的人。 也可以懼怕。 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穌。 並蒙簡選的天使面前。 祝福你。 要遵守這些話。 不可全成見。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給人行案守的禮。 不可急促。 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清潔。 因你惠口不清。 屢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渴水。 可以稍微用點酒。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 如同先到審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 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 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 第六章。 博人當恭敬主人。 凡在握下作博人的。 幫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上帝的名和道理。 被人竊讀。 博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 就輕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為得服侍之益處的是信道蒙外的。 你要以此教訓人。 勸勉人。 當遠被爭辯言辭的人。 若有人傳義教。 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 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無所知。 尊號問難。 爭辯言辭。 從此就生出疾道。 紛爭。 毀旁。 妄疑。 並吶壞了心術。 失喪真理之人的曾經。 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利了。 因爲我們沒有帶什麽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什麽去。 只要有衣有食。 就當知足。 貪財是萬惡之根。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網羅。 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裏。 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前財。 就被引誘。 離了真道。 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頭了。 當辭定永生。 但你這屬上帝的人。 要逃避這些事。 追求公義。 敬虔。 信心。 愛心。 忍耐。 溫柔。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為此被召。 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我再叫萬物生活的上帝面前。 並在向本雕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 基督耶穌面前。 祝福你。 要守這命令。 毫不玷污。 無可指責。 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到了日期。 哪可清重獨有權能的。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就是那獨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呂。 是人未曾看見。 也是不能看見的。 要將他顯明出來。 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 都貴及他。 阿門。 勸人在好事上富足。 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 又要祝福他們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思寫。 樂意供給人。 為自己織成美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 叫他們辭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啊。 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虛談。 和那的真度。 此事而非的學問。 已經有人自稱有者學問。 就偏離了真度。 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